這次開箱影片 最後一顆反塊 就是最頓最... 我先去追訪一下 放一點點 就放下水 再倒先後回下 並焼火 要重啪 結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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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很簡單的結構啦 就是用螺絲條 它主打的可能不是一些 調磁系統或是功能 主要是這個設計 磁力感覺很不明顯 它的磁力是內凹的 就是在表面的 所以它離這個 腳塊的磁鐵會比較遠一點 走磁的話 就很明顯不是拿來做速解用 我相信比較強的玩家 還是可以轉到六七秒 因為要轉六七秒其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所以這個方塊絕對可以到那個水平 所以如果說你是一個 就是比較簡單下次半收藏的話 這個拿來玩也是可以啦 不管也不差 只是說你要拿來跟一線的旗艦方塊比的話 絕對是比不了啊 但我覺得它是一顆 我會想要拿來日常轉的方塊 就是看著就蠻很酷 看著就很酷 就是它這個匆匆閃閃的 不是它本身的問題 是它的設計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嗯 嗯 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配件盒 聽說這配件是要另外購買的 我不清楚裡面是什麼 我們直接把它拆開 關於這個配件盒啊它是要另外架構的 那我在影片裡面講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再錄音然後再來解釋一次 就是它的磁力系統其實它是可以去做調整的 因為我說邊塊的磁力它是比較內凹的 其實它可以往外推 不過你要把邊塊整個拆開來再去調 所以它會比一般的調整系統更複雜一點 然後步驟也更繁瑣 所以我一開始就沒有發現了 然後它的這個中心呢它也是可以做替換的 然後它也有給不同的螺絲啊彈簧去讓你做替換 所以它的可玩性還是蠻高的喔 不只是就是只能調這個軸距 最後呢一樣是給個評分啦 這方塊滿分100分 我覺得可以給85分 因為我覺得現在方塊它的 手感啊 一些變化都太多太多 都已經有點 就是視覺疲勞了 手感也疲勞了 轉手我們都覺得差不多差不多 但這個方塊它 像是 ㄟ這邊好像有瑕疵耶 現在發現 ㄟ沒有耶它不是瑕疵耶 它是每個角都這樣做耶 它是特別在把它 往外 來 凸 一點點 錢 有嗎有嗎 比較外 比較凸起來一點 所以我就給個85分 因為它的設計真的很特別 就是現在 買方塊我們可能都是 拿來速解 拿來比賽 那我覺得 就是我們很少去買 買方塊是買收藏用的 那我覺得這個方塊如果不貴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去 買來試試看 就是當作擺設啊 或是當作 就是日常轉也可以 有沒有它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是值得一買的 然後這方塊跟 之前的一樣 想買的話 都是點下面連結 或是上面 然後輸入折扣碼 然後就可以打折 好那這就是 這次影片的內容 謝謝大家